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当然了 你是从六四之后 这十几年吧 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说 这种限制 反正就基本在中国就这样 出了小监狱就进大监狱 你没有自己的隐私 你可能随时被抓 随时有警察到你家家里来 你说点具体的事吧 温柔点的方式就是喝个茶什么的 到你们家喝茶还是把你请出去喝茶 请出去 因为我老婆讨厌这些事 他不让警察来我家 你要喝茶你就出一个活 你看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什么九十年代的时候 北京市公安局有那么几个地儿 我都去过 他们一有事呢 就给你弄到这几个地儿 原来就在故宫的东门旁边 有一个小院 然后在那哪儿有 在那个植物园 香山植物园旁边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四合院 就给你找到那块去 或者在里边给你扣几天 或者是给你谈话 怎么怎么样 后来到那个九五年 九五年的时候 九五年的五月吧 好像是十几号啊 那年就是在这个之前跟王丹 我们一块呼吁六四嘛 这个事嘛 然后就把我抓了 抓完之后 那年到没给弄到监狱里去 就弄到他们那个香山植物园旁边 那个大四合院里 那也就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嘛 很多警察 两个一边一边看你 在那呆了八个月 跟你住在一个屋 呆了看的吗 对呀 是上下铺还是对面的 不是上下铺 它是一个大四合院 不是 有非常多的屋 不是 看你的人跟你住不住一个屋 看一开始是住在一个屋 那屋里有 有两张床嘛 后来慢慢时间长了 他们也不愿意那样 他们就在那个旁边一个屋住 那个在那呆呆了八个月 从九五年的 从九五年的几号 从九五年的五月中旬 一直到九六年的春节前 然后八个月给我放了 就直接给我送回大大连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九十年代呢 他的那种跟踪啊 还跟零零年以后不一样 那时候是有点偷着的 跟踪的人你知道 你一回头一看 他蹭就没 到十月八号 突然大的清早 我一般都是上午睡睡觉 大清早特别早 那个什么 他们就警察就来敲门 敲门呢 那个有一个警察呢 我还认识 那个人平常都穿便服 但是那天呢 他们在我家门口 全都是正式招装 叫我到那个派所谈谈 后来问我什么事 他说肯定是有事 我就跟他们去了 那我媳妇呢 还继续睡觉 因为他们总来谈嘛 我媳妇一谈谈 就回回来了 后来就去了 一进那个派所那个屋 我就觉得不太对 忽然感到旁边人特别多 然后他们就给我领到上边的一个 原来总跟他们在那谈的一个挺大的会议室 我一进的会议室 看有扛摄像机的 有拍照片的 然后那一屋的人 十好几个人 然后就叫我坐在一个大长条桌的对面 对面有三个人 他就把一个小纸拿出来 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 关于劳教三年这个决定 然后后来就叫我签签字 我就没有签 然后最后说你不签 这个后果很严重 我说爱怎么严重就这么严重 后来然后就给戴上手铐 就给送到半部桥看守所 在半部桥看守所待了半个月 就给我送回大连劳动教养去 他这个东西你就知道 从这个你就看出劳动教养这个制度 这个特别这种野蛮就在这儿 就前后十几分钟 你就被剥剥自由了 可以不经任何审判 从我家出来你想想到那个派子所 到他们宣布那张纸就那么几个字 说我什么涉嫌扰乱社会治安 扰乱社会治安 什么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就这么两条 也没有任何举证什么的 当时在监狱里的时候 98年 他们曾经找我谈过嘛 当时那坑顿来来访 说能不能保外救护医 去到美国去 他先找先找的刘 刘侠叫刘侠去劝我 刘侠说这这这事我不管 你们直接找我小哥去谈 后来他们来找我谈 我也跟他们实话实说了 我就说你要真给我判 当时像王丹魏京生那样 十年以上 我可能呢 如果说你们就是 要给我判十年以上 我可能呢 还会考虑 对吧实话实说 你这个三年 我到98年那时候 我已经过过一半了 那我说还还还剩一年半时间 那我怎么我也挺 但是他没说 他没那么明说 但是实际上就是那么回事 你自己意识到没有 把你扔出去 对 那我肯定意识到 因为那年是一个最早是 魏京生走了 王丹走了 刘念春走了 都是克林顿那次来 保外救援 98年嘛 那个是江泽民开放力度最大的一次 然后接着他不就是签署了联合国那两个 就是承诺签署那两个宣言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